大家好 我是滾哥 耶 我們今天要分享給大家一本書 它叫十二生孝 十二生孝的故事 這個是滾哥的寒假作業其中一部分 就是要講故事喔 我來給大家講 那我們今天也是挑了很久 在成品書局那邊挑很久 很久很久 好那等一下爸爸來分享給大家故事書好不好 嗯 好那我們就開始 那再來我們先開這本故事書 那是十二生孝的故事 那裡面呢一打開它還有附上什麼 12生孝故事的故事CD還不錯喔 那我們就要開始囉 好吧那大家看著我就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很久很久以前 人們總是忘記自己出生在哪一年 然後也算不清楚自己究竟幾歲 然後他就會說爺爺你今年幾歲了 我想不起來了耶 然後所以呢玉皇大帝呢 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玉皇大帝是誰 國王 天上的皇帝 叫做玉皇大帝就是最大的神明 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嗯 啊有了 寄年份太難了 1979 1983 太難了 寄動物的名字就簡單多囉 如果像今年什麼年 虎年 虎年 對不對 啊如果只要寄虎年 是不是很簡單 他說 他說只要寄名字動物就可以找出 那我就要找出12種動物來代表年份喔 兔子 兔子 對他說這樣就很簡單了啊 2022年是屬虎 我說2020 去年去年去年 去年2021是屬牛 2020是屬老鼠 哦是按照那個喔 對 然後你看喔 玉皇大帝通知土地公 土地公是誰 土地公是誰 爺爺 一個神明 掌管我們人類的一個區域 一個區域的小那個 一個小神明對不對 他會知道每個區域的那些特色在哪裡喔 這叫他的叫做土地公 他就發布消息喔 好吧 他就開始蹦蹦蹦蹦 拿了很多東西文件去哪裡呢 他就去貼什麼 歡迎動物們來參加渡河比賽 十二生肖的比賽 十二生肖渡河比賽 前十二名到達終點的動物 可以成為十二生肖喔 所以要做什麼比賽 跑步的渡河 游泳 游泳 對 渡河比賽喔 從這裡到這裡 對 從起點到終點 然後一貼上去 哇 好多人都說 快快快快 快來看喔 玉皇大帝來公告喔 這是熱龍耶 大家就很熱 什麼動物都來 每個都來看喔 連我們房間的人們也都在看喔 然後發生什麼事 消息公布以後啊 所有動物都很興奮 耶耶耶我要拿第一名 你不可能贏我的 嘿 大家鬧轟轟的 我會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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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討論渡河比賽的故事 我贏我贏我贏 嘿嘿 當時啊 老鼠跟貓是很好的朋友 他們在一起討論啊 老鼠說什麼 我不會游泳耶 要怎麼樣渡河 貓就說什麼 可以跟牛合作 因為牛可以怎樣 他會游泳喔 不是不會游泳 他會慢慢踢啊 他會游泳 我們幫他指引路 他可以載我們去渡河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冠軍的路線了啊 貓跟老鼠就趕快去找牛 牛怎麼樣 就立刻答應喔 到了比賽當天喔 一大清早公雞都還沒有睡醒 公雞睡醒會發生什麼事 咕咕咕咕 可是公雞不是都會很早起來嗎 對 他就是沒有很早起來 他就很晚 連太陽都還沒出來 他們就準備要說 起來起來起來 牛跟貓跟老鼠已經到河邊喔 然後做暖身運動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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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會在游泳的時候會怎麼樣 抽筋對不對 對 就會 抽筋了 我沒辦法了 然後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就出發吧 牛蹲下來讓貓跟老鼠爬到他的背 嘟嘟 如果牛是河馬的話應該可以進前山 對啊 然後開始渡河了 可是河馬在路上很慢 對 他路上不是會跑很快嗎 很慢 他生氣才快 然後貓平常就愛打瞌睡 今天又太早起來 很快就趴在牛背怎麼樣 睡著 睡著囉 對啊 好我們坐著 我們坐著 老鼠很想得到第一名喔 就在牛快到河岸 哇哇哇的河岸的時候 他突然把貓怎麼樣 推下去 好壞喔 然後 鑽進牛耳朵裡面 牛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只聽到老鼠在他耳朵裡面說什麼 牛大哥加油 我們快到了 結果貓咪在後面這樣 啊 救命啊 壞老鼠 唯一個人把他做 對 結果牛爬上岸 到對岸的時候很高興 嗚嗚嗚嗚嗚嗚 老鼠突然怎麼樣 一二三 從他耳朵跳出來 強到第一名 耶 得到第一名 啊 所以是鼠 牛虎 你看喔 虎還沒講 牛很辛苦了半天 只得到第二名耶 好生氣 就一直頓著大眼 哇 因為他才得第二名 一大早起來 結果發生什麼事 過了一會兒啊 全身濕濕濕的老虎來囉 他很有自信的這樣 我是第一名吧 玉皇大帝說 NO 不 你才得到第三名 突然間 我知道因為 因為 鼠 牛 虎 對 他說突然間啊 天空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 下雨下閃電 龍從天而降 啪啪啪 啪啪 眼看就快到抵達終點的時候 兔子怎麼樣 衝過來 呀 得到第四名 第四名 兔子不會游泳 一路怎麼樣 跳跳跳跳跳 跳著別人的背渡河 哇 我要送蜻蜓點水 很厲害的兔兔喔 哇 我真想要拿兔兔的耶 玉皇大帝問龍啊 他說 你用飛的怎麼這麼晚才到呢 原來啊 龍去遙遠的南海主持下雨典禮 趕回來說已經來不及了喔 唉 所以沒有了 他有事情來不及了 那 第四個 然後接下來呢 聽到很遠的地方 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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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蹄聲傳過來 成土飛滿 哇 馬跑到最前面 正要衝到終點的時候 蛇突然從 草叢裡面鑽出來 我是第六名 應該是第五名吧 那為什麼他不早點從草叢 你看 他說蛇啊 蛇本來有腳喔 因為這隻跑太賣力了 他把腳都跑到斷掉了耶 所以馬跑 是他這樣寫喔 你看 對啊 蛇本來有腳啊 這隻跑得太賣力了 把腳都跑斷 馬本來很勇敢 但是因為蛇突然跑出來 突然變得很膽小 嚇到耶 他以為什麼東西突然鑽出來 好 羊跟猴和雞 在河邊撿到一個木頭 嘿咻 嘿咻 一起努力到終點 得到第八 第九 第十名 他應該是第五名吧 你看 因為是屬牛虎兔 龍蛇馬羊 對不對 你看喔 他沒有說羊 有你看這裡啊 猴跟羊 猴雞 在河邊撿到一塊木頭 大家合力 通力合作得到八九十名 然後羊 因為坐在前面啊 因為他看得太用力 變得太近視了 猴子坐在木頭上面坐太久 屁股紅紅又腫起來 然後雞本來有四隻腳 可是上岸的時候 給壓斷了 剩兩隻 所以現在只剩兩隻腳 這太奇怪了 很好玩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很努力的在比賽 結果呢 狗來的時候 他很貪玩 渡河的時候 居然泡在水裡面玩 耽誤了時間 忘記了 十二生肖 只剩下最後一個名額喔 來第一個誰 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雞狗 十二生肖最後一個名額囉 大家伸長脖子 到底是誰 換誰了 結果誰來了 不是應該剩下兩個名額嗎 誰來了 豬 豬來了 他滿多蛋 餓死我了 餓死我了 這裡有沒有好吃的東西 鼠牛虎兔羊豬 你看結果 他就真的衝到終點 比賽結束 玉皇大帝宣布十二生肖的名次囉 等一下 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雞狗 豬 好我們坐著 咦 那如果前三第三名如果是貓的話 那現在第三名是牢告的嗎 那豬就可能沒機會了 對 這一次啊 失靈靈的貓來了 他問那個玉皇大帝說 那那那我第幾名 那我第幾名 玉皇大帝說 第十三名喔 蛤 我為什麼會第十三名 結果貓非常生氣 每根的每根鬍鬚都翹起來 可惡的老鼠 我絕對不饒你 說完 灰爪向老鼠撲過去 老鼠嚇得雞雞叫 蛤 魚皇大帝的鑽 那個椅子下面鑽 蛤 救命 還是被貓打了一巴掌 啪 牙齒都被打斷掉了喔 只剩下最後兩顆 然後就 老鼠雖然得到第一名 從此每天都提心吊膽 怕貓找他報仇 直到今天呢 老鼠只要看到貓的影子 就會怎麼樣 躲起來 沒命的跑掉喔 然後就連大白天也躲在洞裡面 不敢出來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做錯事情喔 好 這個是 恭喜下列十二種動物生肖 當選為十二生肖的故事 十二生肖渡河比賽結束 有結果 分享給大家 這就是十二生肖的故事 也是這一次滾哥他要 做寒假作業 要講三分鐘的故事喔 那我們買了這本書 分享給大家 還蠻有趣的 那他會 這裡後面是說 你今年幾歲啦 數什麼生肖呢 傳說十二生肖來自十三動物比賽的結果 為什麼比完賽以後 老鼠會怕貓 原本蛇有腳 卻沒有了 猴子為什麼會變紅屁股 改編至傳統民間的故事 傳統民間的故事 賴是幽默讓你呈現最好玩的十二生肖故事 我覺得那個 那個什麼的 那個羊和誰啊 羊和三個人是誰啊 羊 羊雞猴 我倒覺得羊跟猴比較有道理 那那個雞直接斷掉 是不是很怪啊 很好笑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分享給大家 這是十二生肖故事 拜拜 拜拜